其實我是一個就做節目的人 我們其實蠻實事求是的 所以我第一年去的時候誠實說我不是信徒 但我為什麼會走了九天八夜的靜香 我就屌住了呢 我覺得在裡面我看到蠻多台灣人很善良的事 其中一個我覺得最經典的 就是在路上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看到一些就是恰龍恰紅 或是他面比較不孝 對對對比較不孝 那我們多多少少就會想說 那沒關係不然我們繞過去好了 然後其中呢 我們就是看到有一台補給車上面有一個貨車 有一個就是感覺很威風走過去 旁邊小弟還會跟他講大哥好 我想說那邊在幹嘛啊 走過去之後那個大哥本來一開始很兇 轉過去之後拿了一杯水過來 對旁邊的小朋友來喝水水 喝水水 大哥暖心喔 我就會覺得說天啊我不可以以貌取人 在這整個路上其實大家都是彼此在幫忙 甚至有一個那一年也是印象好深 有一個也是有一點讓我很害怕他的臉 然後他就一路騎機車就很兇 這樣子 前面剛好有一個阿嬤也是相當講掛著壁章 他就走得比較慢 就走得比較慢一點點 他就突然踢到他後面之後 用力煞車 我就想完了 他是不是要罵阿嬤 平常我們如果過馬路他就說 阿嬤比較注意耶 一定會這樣嘛 結果他騎過去就停下來 阿嬤會痛嗎 來啦吃胖 吃麵包 很暖心喔 行動補給 然後關心每一個走在路上 我就覺得說真的很感動 可是其實除了這些善心善舉之外 我們其實每天都會走很多路 像每天至少我們可能會走個30到40公里路 其中有一段路的時候 我就跟另外一個女生走在一起 我們其實都不會刻意問他說 欸你是誰 然後姓名啊做什麼 我們就是會來聊說 你為什麼會來走 那我那一年第一年其實什麼都不懂 我就很好奇 我說欸那你走多久 他說我已經走了第10年了 我說哇 是什麼樣子的支撐 你讓你覺得說你要走10年 然後你要繼續跟隨媽祖 然後就跟我講說 我的命其實算是媽祖娘娘救回來的 我就說 怎麼了嗎 你之前是手術還是發生什麼重大事件 他說沒有我第一年來走的時候 其實我對於我自己還有這個世界很失望 我其實是想要離開這個世界的 然後我辭職了 然後把家裡所有東西全部都打點好 甚至什麼東西要留給誰 把媽媽的信都寫好 突然他寫完之後 他的腦子裡面突然閃過 欸好像我幾年前有看到 有一尊媽祖 白沙屯媽祖在靜香 這件事情好像是在我離開這世間之前 我想要嘗試 因為以前可能要請假 你有很多顧慮的事 我沒有機會去做 不如就把這件事當我人生的最後一件吧 他就出發了去走 一路走的時候 其實媽祖前面的羅在敲 他後面一路走 並沒有馬上說 哇我走完之後 我就突然人生大開闊 沒有 他其實一路走 越堅定的覺得說 好我就是 可能這就是我最後一層路 我就送他到北港吧 就在進北港之前 媽祖娘娘剛好軟叫 就經過他身邊 他想說他經過他身邊 拜個拜過去之後 沒想到媽祖就突然轉身了 轉身之後就是他旁邊搖 搖了上來 就直接把教主 直接抵在他的肩膀上 他當下就哭出來 因為那個時候 其實就是他心裡在想著說 OK了 我沒有什麼遺憾了 但他當下的那個感覺 就是真的覺得 媽祖婆在跟他講說 你不要這麼輕易 放心你自己 我們都在這裡 然後我們會一直陪伴著你 我覺得那股暖流 流進他的身體裡面的時候 他是真心有感覺 然後旁邊人也是給他拍拍背 讓他就是鑽叫腳之後 也給了他押轎金 大家都沒有人知道他發生什麼事 也不曉得他心裡在想什麼 可是就是那個過程 讓他覺得說他有 繼續想要嘗試 繼續往下的那個能量 所以我覺得真的 這些事情非常神奇 但我覺得最神奇的事 還是發生在我自己身上 很多人問我說連續四年 你第一年如果你說你去做節目 好啦 那做完你就該走了 但其實剛剛那些事 讓我自己很感動之外 我第一年的時候 也遇到另外一個 電視金鐘的導演 叫安導 然後他就說 他也是那時候 那一年好像走第七還第八年 我說你為什麼會屌住 他說因為我第一年去的時候 我求了我想要入圍電視金鐘 然後他隔年就真的入圍了 所以應該許願說我要隔獎 對 我說你怎麼不學 都要隔獎 但因為那一年 就四年前的時候 我也才剛開始做廣播 我就想說好吧 那不然我就學他 我也不要太貪心 就先入圍好了 結果我那年就真的入圍了 然後我就想說好 那有戒有還 再戒也不難 媽祖娘娘 我隔年去還願 我就去走這樣子 然後第三年的時候 我就說不好意思 我想要稍微貪心一點點了 第三年這個我想要得獎 你可以讓我帶一座金鐘獎回家嗎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會承諾你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我一定會在頒獎典禮上面 大聲講出我的信仰 我就會在台上講出就是 謝謝媽祖了吧 有我白沙屯媽祖大講媽祖這樣 然後除此之外 我會捐出我獎金的十分之一 然後來去做結緣品 跟路上的人結緣 所以其實 我在路上的話 今年我自己就做了一些 比如說像是 大家選舉才會看到的衛生紙 你自己是特別做的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 我是想要讓大家知道說 謝謝媽祖給我的庇佑 當然我必須要說 我覺得我很努力 我很認真 然後把東西顧好 但我很相信 認真的人 還是需要一些運氣跟天命 來在那個關鍵時刻幫助你 所以我想要告訴他們這些事 然後另外我也做了就是香火袋 然後上面就是寫著 我們這些雍咖 我們自己都會說我們是勇角 勇往直前 然後感謝媽祖賜金鐘給我 像我在去年的時候 金鐘獎頒獎典禮的前一天 我超級焦慮 然後我就想說怎麼辦 我現在還有什麼可以做的 然後我剛好在那一年的 禁箱的時候 我就拿到了一疊 媽祖娘娘的鴨教金 大家都知道白鯊 媽祖的鴨教金 是含金量很高的 對 因為非常難拿 你只有進去住駕的那個 或是停駕的廟 或是人家才有可能拿到 然後那年就拿到了一小疊 我就想說好 我現在這麼焦慮 我就來請媽祖娘娘幫我的忙 所以我金鐘的頒獎典禮前一天 我就拿出了我家的鴨教金 然後在家裡呼叫白鯊的媽祖娘娘說 我想要請你幫我一個忙 就是你現在可以請那個兵馬 現在到那個評審老師 他們現在前一天應該入圍場對不對 對 你可不可以去影響一下那個 老師的心情是不是 評審老師們的心情 我知道現在入圍有五個人 那五組作品裡面 希望他可以覺得 突然這個話題他很喜歡 或者是他聽到這個之後 不行 媽祖不能偏心 對不對 他其他四人可能沒有拜 然後我拜完之後 你說有沒有效 我心裡至少比較平靜 跟比較安心 所以後來我得獎之後 我也把我剛剛講到 那一疊鴨教金 剩下的鴨教金 我會把它做成結緣品 趕快結緣給一串哥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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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 講究王一串那個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那時候上了 可以可以 祝福你 一串哥現在已經很旺了 還給人家 沒問題 香彈小組以扁蛋挑起兩個木箱 小心翼走著 身邊形成一道人牆 知道他累了 準備交手 換人扛之後 後方介護立即不上 保護的滴水不漏 就是白鴨子媽祖金箱 回鸞池才會出現的幾下 到北港朝園風掛會 來回長城越來越四百公里 以火燒 掏引聖火到火康中 送入香彈 並捏上風調後 可以常回白鴨 紅紅天空 途中投棋與香彈 命不可分 以香彈小組人力配置 是以香彈位置為中心 他的前後左右 至少有八名壯漢 環環圍繞 防禁中接觸 萬年向火康環圖中 可不能熄滅 再靠經驗 隨時補充燃料 在競箱回程中 對於投棋 阻擊香彈圖來說 最重要的任務 就是無論行進 或停假休息 都要把香彈圍住 警定周遭狀況 當時有暴食 民眾闖入緊接範圍 立刻都不能收線 直到把香彈 安心送入廣天空神 然後身份角度才能 入行動作 好 回到金包新聞線 我們再來介紹 第二個小時的特別來賓 首先是財經專家 憲哥 憲哥好 主經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財經專家 邱敏鎛鎛哥好 主經好 大家好 苗栗苑李鎮的鎮長劉瑜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前民眾黨莊委員張英善 主經好 大家好 我們說這幾天 大家都在討論 白沙臀馬有多麼樣的神奇 包括不曉得 他可能會走到哪個路線 那今天禮拜天 這個白沙臀馬也正式回宮了 好 大家也說 這幾天創造了很多很多的神機 我們說大塞車的時候 大家乖乖排排隊 但是粉紅超跑就是不一樣 對 沒錯 那麼事實上粉紅超跑 為什麼叫粉紅超跑 因為有一年白沙臀馬組 那麼衝進去一家 賣雙B的那個相關的車廠就對了 然後呢 他看中了一個停車位 已經停了一輛白色B&W 他要對方讓位 真的喔 老闆自己把那輛B&W開到旁邊去 把這停車位讓給這個白色 他還說馬虎裡面 他還不是轉彎進去 他還說馬虎裡面 所以呢 後來因為他把這個叫頂上面 都是粉紅色的 粉紅色 可是馬虎帶了一大堆信徒 有個問題啊 遇到塞車的時候怎麼辦呢 馬虎遇到塞車 總不會慢慢走吧 說大家讓讓 大家讓讓 他也不能把車子說 全部都弄開 他怎麼辦呢 馬虎遇到塞車就是這樣 就是像平常 他在讓人家軟軟腳有沒有 直接神轎抬起來 抬高了以後 抬高了以後 這手很痠 抬高了以後 越過塞車的車陣直接過來 這車子有些都都讓開 全部都抬起來就對了 這媽祖 媽祖真的是有智慧 為什麼 因為有的人想說繞路 有的人想說叫車子讓霧了 等等 他直接就過來了 一分鐘就解決這個問題 你知道嗎 他不用在那邊煞煞煞半天 然後距今你知道 今年是白燒的媽祖 總共在台灣淨香繞境 總共186年的日子 他當時多有名 我舉個例子 因為他已經繞很久了 那麼從20個人 我看到他第一次繞境 只有20個人 一直到現在20萬人 過20萬人 所以186年來的變化這麼大 1952年 那麼當時 那個美國 美國還有在台灣 還跟中華民國還沒有斷交嘛 所以呢 那麼美軍也在台灣嘛 當時的美國大使館的 美國新聞處 想要做一個巡迴整個台灣 巡迴整個台灣 他那時候就講說 包括第七電隊是怎麼保護台灣 做宣導嘛 你知道他選擇第一個 放電影來介紹美國的地方在哪裡嗎 在哪裡 就是苗栗拱天宮 媽祖的廣場 因為他們知道這個地方信徒很多 他們也經過這個 等於說做過功課的 知道了以後 才選擇就在拱天宮的廣場 放電影 放美國的相關的電影 包括第七艦隊 包括有的不在就對了 除此之外 事實上 媽祖既然他是隨心所欲 所以他想要到哪裡 這個駐弊的時候 那麼你隨時要做好準備 為什麼 就有人 就曾經在2020年的時候 他到彰化 他選擇了一家家具行 他本來要在這個地方 等於說 行在這個地方就對了 這老闆沒到的 老闆沒到的之後 要怎麼樣 心路不敢 那個心路不敢做 大故意啦 唉唷 我跟你說一聲 老闆沒到的 你就比較幸福你味 這是千載難逢 你在全台灣有幾千萬人 求都求不到對不對 結果就再去通知老闆 雷落不到 等到後來媽祖很有個性 媽祖他看你在你那裡對不對 他沒在你味道 沒在你味道去隔壁 直接到隔壁的 周先生的家裡停在那個地方 周先生心裡想 他來第二次了 他已經來第二次了 我說坦白的 他們記憶力 媽祖的記憶力很好 他一直都來過這裡 他真的 他知道說來過這裡對不對 他過來嘛 所以你就知道 媽祖對不對 其實啊 這次媽祖在剛出來的時候 也發生了一些事情 為什麼 他突然間走走走走走 突然間轉彎 一個民宅 他就停在這個地方 你就知道他就停在這個地方以後 那麼進進出出 你就知道他想要停這個民宅 裡面的人哭得出來啊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他們家沒有任何的事情 但是他們家的客廳放了一張獎狀 是什麼 他兒子當媽祖志公二十幾年 當年得到媽祖之光的那個獎狀 他就經過神教經過突然間停過來 裡面有一個媽祖的祭公 在那裡做一個幾年 不是苗栗共天公的喔 你知道嗎 是別的公的媽祖就對了 所以顯然他們不是說這一次的媽祖 不是說大甲正人公 三媽一起聊天嘛對不對 顯然聊天的過程中 交換了不少這個有關於志公的情報 就對了信徒的情報這太有意思了 那麼除此之外呢 過去也曾經這個無預警的衝進去水果行 那水果行沒有準備啊怎麼辦呢 結果水果行就大家很緊張的幹嘛 馬上人家這個水果行立刻進行 把那個隔離上面對不對 盡力盡力了 馬上變控桌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媽祖來了 那你如何隨機應變嘛 我告訴各位 有一次媽祖 除了一間無預警的要衝進一家幼兒園 結果那幼兒園呢 因為事先沒準備 那個幼兒園門口是那種電動的 那種大型電動的那個門嘛 那要收洗耶 那不是按下去就過 沒有辦法通知老闆耶怎麼辦 找不到 不是幼兒園的那個園長對不對 趕快員工大家要找鑰匙嘛 那搜尋找不到對不對 你知道後來怎麼解決嗎 那不是媽祖那個不是台叫 台叫神叫嘛 碰了一下 那個電動那個電動門 真假的啦 自己開 這次媽那個大甲 那個大甲小連宮再來 換他要出來的嘛 出巡了嘛 但是呢白殺團媽祖 到了北港小連宮 就準備回軟 那他到了北港小連宮 要進去之前 不是有那個吊車 吊了很多那個鞭炮嗎 事實上 最有名的一次吊車放鞭炮 是十台吊車有沒有 在那個廣場排開 一直排開放鞭炮 那是什麼故事 那是中華民國犯罪史上 破案最快的故事 多快破案 幾秒就破案了 各位 為什麼呢 我有一次跟朝天宮的董事長 蔡宏德先生 說這個故事就對了 所以那個報導 現在就放在那個 朝天宮的那個 等於說裡面 而且有一個匾額 就是這個當事人送 當事人送的是什麼呢 當事人就是他的身分 就是台北市議會的副議長 他有一筆巨款 被兩個人捐款潛逃 捐款潛逃了以後呢 他只知道對方是 這個叫做北港人 他不知道說其他 那時候 1963年真正發生了一個刑案 那不知道要怎麼辦 台北市行政大隊的行事 就衝到了北港去 北港分局的刑事組出來 不知道到底是要怎麼辦 怎麼辦 都沒有頭緒怎麼辦 就到朝天宮裡面去拜拜 就跟媽祖拜拜了以後 拔杯求簽 求簽之後 然後就拿給廟公解簽 解簽問說我要找人 有一個壞人就對了 因為北港人 還有人偷貼很大錢 我要找人對不對 有辦法找到嗎 那個廟公也說 有辦法找到 而且時間很快 他說多快 非常快就對了 結果呢 他說跟媽媽 因為有歹徒的照片 對 他一聽到非常快 然後轉頭 嫌犯就跪在旁邊 你知道嗎 他也在求媽祖 嫌犯就跪在旁邊 他也在求媽祖 這麼神轉 他心裡想的是說 媽祖把媽祖保證還沒被抓 不要被抓 在旁邊一秒 一秒破案 各位 後來副議長呢 那麼送了一個匾額 現在一個神威 這個匾額 現在在北港朝天宮還看得到 然後副議長呢 後來就帶了家人去還院 對吧 那麼吊車全部擺在這個 北港朝天宮的大廣場旁邊 一路放鞭炮 總共放了幾十串鞭炮 這就是媽祖破案 一秒破案的故事